是有日夜颠倒 秉持着月亮不睡我不睡的原则 每天熬夜休闲你能忍受吗 不能 在不打扰他人的情况下 怎么作息都无所谓 我觉得是室友的话 还是得尊重一下彼此的作息时间吧 我算是正常作息 对 室友打呼日日在你耳边 释放第一号你能够忍受吗 不能 虽然这是一个人体的自然行为 不能控制 但是很难睡着 有种失音的存在 对 室友五音不群 你喜欢天天在家开演唱会 你能够忍受吗 不能 虽然我也蛮爱在家唱歌的吧 但是 适度 适度 不能天天 对 你觉得你唱歌是 我唱歌进步蛮大的 还可以现在 室友不经过你的同意 偷偷你的东西 你能够忍受吗 不能 我边界感太强了 我们知道你在睡觉 室友还一直发出照明一下你的声音 你能忍受吗 不能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太尊重人的行为 最开始肯定都是礼貌沟通嘛 但是到后面再怎么解决 就是看两个人 室友的那些肯定都是礼貌沟通 你能够忍受吗 不能 你这问题都好 全都发生在我上学的时间段 怎么这么碰巧啊 每一个都中了 真的啊 所以说我后面坚定 一定不要室友的原因 我最开始上学的时候 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后面就坚定 一定不要室友 室友的东西 对着到处都是你能够忍受吗 如果是他自己的空间 我可以 公共空间不可以 所以他的空间很弱 你有什么 那我又不住哪儿 喜欢大家吃榴莲 螺蛳粉等味道大吃 就是 你能够乱说吗 因为我也爱吃榴莲 但螺蛳粉很乖 但是我可以接受那个味道 我闻过 就还可以接受这个 哦 你能够资榴莲